副总统赖清德8月将率团出席巴拉圭 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来回都会过进美国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 今天主持上任之后的第三场记者会 他强调副总统过进美国 是符合美国长期来的做法 这是惯例 也呼吁中国不要以此为借口 来进行各种挑衅的行为 而对于近来AIT扩建 引发了附近居民反弹 孙小雅也做出了回应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 亲自主持驻台之后的第三场媒体记者会 今年正好是大选期间 孙小雅先对台湾选举议题表态 而副总统赖清德将出访巴拉圭 重头戏在过境美国 但此举引发对岸反弹 提醒中国不要有挑衅行为 而台美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首批协定执行法案 在美国参议院也致同意通过 这是台美断交以来 双边最具代表性的贸易法案 不过近来 AIT计划在台北市内湖区扩建 准备纳入临近的2.7公顷土地 让在地居民不满 对于扩建土地的用途 到底是军用还是撤侨 孙小雅也亲自回应 孙小雅说 想当个好邻居 不希望扩建 跟居民产生不愉快 打坏长期以来维持的好关系 G9小米小学生的台北报导